陸隊以後有碰到機槍 這陣子就是沾架的 可是機槍就沒有讓我們實彈射擊這樣 藍先生現在是國中老師 退伍一年多 還記得步槍的操作口訣 但當兵只當了四個月 訓練有限 臨時要上戰場 到底行不行 什麼六發裝子彈 送上槍擊 什麼開保險 深呼吸 就是那個口訣 其實這樣我複習一下 我應該是可以射擊的 說應該似乎還是有些沒把握 藍先生回想當兵的最後兩個月 幾乎都在放牛吃草 下部隊裡面就是 常常會聽到就是掃地掃落葉 他們就應該說 他們會把我們這個軍事訓練 四個月當成就是那種 你們就來 然後下令營 你們不要出事 我們就大家就peace 對 所以他們就 我們手機也就在那邊滑 四個月訓練的成效 大家都心知肚明 因此明年議期延長為一年後 國防部將加強下部隊後的 實彈射擊訓練 退伍前還要參加 漢光 民安演習 內政部推估延長異務役 每年入營人數將從9000多人 逐年增加到53000多人 但作戰時第一線部隊主力還是志願役 我們現在大局把他投入在 義務役的身上 那麼就顯得頭重腳輕 就是主戰的部隊專心去訓練 也是負責要作戰的 就是專門學習作戰的技巧 那後勤的問題 比方說像營區的維護 辦伙食啊 營區的清潔啊 保全啊 這些可以讓義務役來做 偏偏志願役人數逐年降低 立院預算中心最新報告顯示 志願役截至今年6月底 只有15萬5000多人 創下2018年以來的新低 反觀中共解放軍 受獲訓練的現役軍人 就超過200萬 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武裝部隊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保全人員大家要好好做 做必要的這個困難 我相信我們民族的立場會增加 民族的立場會增加 我們共同的立場就能增加 你現在延長要幹什麼 其實真正應該做的是 現在的四個月 好好訓練 四個月訓練 其實可以訓練得非常的精實 然後呢 募兵你現在募不到 你一個月給他3萬5 你募不到什麼兵 提高募兵的待遇嘛 國防預算還是要增加到GDP的3% 兵役的預期增加為運聯 重點不是時間 重點是訓練的內容 所以我們要讓國軍有先進的訓練和裝備 打造一支能作戰能打勝仗的軍隊 問題就出在知意行難 人力有限就必須做更有效的運用 發展彈性的無人非傳統武力和防空武器 強化制空制海能力 不對稱作戰是打造刺猬島的必要軍事戰略 國軍積極發展的無人機 就是不對稱制敵的關鍵利器 不只能偵察敵軍 暫時也能執行反潛艦作戰任務 發射目標 檢查敵坦克有無作弊 杜戰新武器標槍飛彈機動性高 單兵就能操作 烏克蘭就是靠它戰毀俄羅斯的坦克 但要全面汰換舊型武器 需要高雷預算跟時間 英國媒體BBC就形容 台灣陸軍裝備 仍停留在越戰時期 現在炮兵他們仍在使用的這些 不管是1.5公里的流炮 或是1.5公里的流炮 其他服役期間都蠻長的 火傷率都OK 那它的也能夠執行作戰任務 但是相對於現代的火炮來講 它在射程上面這些部分 當然就會比較遜色 我們有跟美國採購新的戰車了 但是因為它的價錢比較高 所以我們可能必須分批的去汰換 無法一次到位跟國防預算有關 我們就來看看台灣的整體國防預算 從108年將近4000億逐年攀升 112年已經提高到5800多億元 但有高達4乘3是用在人員維持 也就是人事成本上 3乘2用在維持戰力 提升裝備的作業維持費 剩下的2成3 才是用在軍購等軍事投資 其實裝備最主要來的還是從美國買 那美國來講的話 像這幾年我們看一個狀況就是 美國人他開始建議所謂的不對稱 然後很多的主戰裝備 他也不是那麼願意賣給台灣的 美國不賣 那我們有辦法自己研發嗎 其實從2016年到2020年間 台灣對外採購 花了8億5000多萬美金 比起來國內採購多了將近兩倍 但很多自主研發的重型武器 例如飛彈 裡面的刺系統還是從美國進口 就得看老大哥的臉色 以這個主力戰機來講 我可能是部分外購 但是我一定要維持國產的實力 因為國際政治隨時變化 今天我買得到 未必明天買得到 台灣身為海島國家 國土先天縱深不足 若避免不了戰爭 周邊海域一旦遭到共軍封鎖 會員武器就進不來 加上糧食 能源 戰備資源都算進去 專家預估台灣只能撐兩個禮拜 我們時間又短 撐就撐不了多久 怎麼辦呢 我的想法是要突圍 就是突圍往外走 因為我們的優勢是民主 民主制度人員的素質 高科技 教育文化 那這個是台灣應該要保佑的 摧毀了沒有了就沒有了 我們台灣就在跟專制國家對抗的最前線 所以說從全世界的民主 跟專制的體制發展的角度來說 民主國家他當然會傾向於來幫忙台灣 作為太平洋第一導電樞紐 台灣有事自然也是美日的事 美國在印太地區 結盟台 日 韓非等國 防堵中國霸權擴張 台灣與民主陣線盟友並肩 是守護核心價值 也是自保 敬平如果真的跟美國政府要求 不要持續武裝台灣 倒不如先放棄 鼓勵攻打台灣 絕對不允許親中的政權 拖著台灣走回頭路 白兄最擔憂的就是兩岸關係的部件 不當選總統 被展開對話 香港要衝擊疼憤 那當然看 不一定會成功 這是馬空間 你即將進入24海里 請結局 馬國間這裡是廈門 你所謂的24海里線不存在 請注意你的用語 我現在暫時正常行行 請與我保持3海里以上安全距離 重啟對話 但必須放棄對等尊嚴 你願意嗎 在中國愈發獨裁專制的此刻 台灣的選擇步步都是關鍵 我們當然必須親美 美國不會破壞我們台灣的民主自由跟人權 那你如果是選擇中國的話 因為中國對我們台灣有主權跟領土的野心 中共是會破壞我們的民主自由跟人權 就一想到我們每一個人看看香港就知道 中國的誠信有幾分 香港就是血淋淋的反正 而北京當局對台態度 宣稱要和平統一 但從沒放棄武力解決 更已經把九二共識 鎖盡一國兩制 我接受合乎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 我們來選一個必戰的總統 我沒有看過真正中國官方版本 很清楚的定義九二共識是什麼 這好像你叫我買東西 他又不告訴我那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要掏錢 我就覺得這實在是沒有邏輯 文公就是逼台灣接受一個中國 九二共識一國兩制 武嚇就是不放棄武力工黨台灣 所以我希望我們大家為和平奮鬥 台灣會竭力的維持印太的固定跟穩定 跟民主陣營站在一起 地緣政治風險升高 台灣必須爭取民主盟友力挺 對內強化國防韌性 而這就需要更高的預算 壯大先進武裝與國防產業 備戰才能避戰 能戰才能止戰 新任總統的視野格局和他的選擇 決定著台灣的勝算 他的選擇 設計劃 感谢观看